巴以的局勢真的让大家非常的揪心 我们先来看到说什么呢 像是这个11月起 中国大陆就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王毅说会跟阿拉伯国家 加强协调主持公道 当前加萨局势日趋了恶化 任何负责任的国家 都不能允许悲剧继续发生 然后当然要推的是两国方案 然后他跟的是阿曼的外长 阿曼外长也说 加萨面临严重人道危机 赶快重启中东和平的进程 再看到下一章 可以看到汪文斌最近也被问到 像是有关于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他就特别提到说 当然停火止战 防止更多的平民伤亡 委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仇恨 以色列报复的显然是过度 而且超过了很多人 可以接受的标准 中国在安理会里面 11月份就是从1号开始就担任 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所以这个月非常的重要 我们期盼中国的驻联合国的代表团 能够发挥强有力的工作 看能不能越快越好 找到了以阿可以要求以色列停火的一个关键 那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美国 那在这个月里面习近平主席也要去访问这个美国 那你美国对以色列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你不拉住以色列的手 造成更大的一些平民百姓的伤亡 对你美国的国际声誉一定会江河日下 这一点美国没有理由为了纳坦雅胡而陪葬 何况你拜登也不是那么信任纳坦雅胡 以前很讨厌他 对啊 你如果被纳坦雅胡拖着走的话 那你竞选连任的路途就会非常的艰难 所以这个奉献所有的这些美国的朋友们 一定要给美国施加压力 因为只有透过美国才有办法给以色列压力 那和平方案很多也不难找 如果说确定惩罚的对象是这个哈马斯 那你干嘛伤害平民呢 那国际上可以产生一个方案 就叫这个哈马斯战区退也不要当加萨的执政党 现在加萨执政党就是哈马斯 看你有没有办法叫那个法塔尔 回来当执政党 都是他们自己人 那赶快的把这个战场收拾收拾 让平民老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不要造成这些无谓的损伤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对的确为什么说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说 这件事情让大家很多是受不了了 因为很多的平民是死伤的 我们看到这个哈 10月31号就已经呢 双方超过1万人死亡 当然8000多人都是呢 巴勒斯坦加萨地区的民众 到1号的时候呢 加萨地区巴勒斯坦死亡 已经来到近9000人了 那以色列大概都是1400人左右 然后呢其实两天呢 以色列是轰炸了加萨的难民营 哈马斯就控诉 有195个人丧命 120人失踪 联合国这边就说 这真的会构成战争罪 但是呢以色列这边就说 没有哦我们呢很有成果 像是我们呢就已经呢 把这个哈马斯的指挥官给击毙了 但是击毙一个人 却害了195平民丧命 这样值得吗 然后吴江介的医生 这个护士就说 这真的非常震惊 呼吁赶快停火吧 然后呢加萨难民营被轰的前后 前是这样子后是这样子 你看非常的惨烈 所以呢还有纽约时报 有一个加萨的医生 他就投书了说 赶快把我们从这种恐怖当中拯救出来 我们先来听听看呢 以色列这边军方怎么说了 他说我们为什么炸难民营 是因为你们不跑啊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这边军方的状态 这边军方的状态 因為會有巨大戰爭域 他們應該避免了警告 而且他們應該會離開 委員以色列這個說法 大家能夠國際上戰的助腳嗎 他說是因為你們不走 所以我們才會戰 這個很荒唐的理由 怎麼會編這麼理由呢 你們要處理那個哈馬斯的指揮官 除了這個方法也會沒有 我才不相信 以色列你什麼武器都有啊 那你明明知道哈馬斯 就躲在那個難民營裡面 你們不會守株待兔嗎 你有差一點時間嗎 那哈馬斯指揮官有地方跑嗎 他也沒地方跑啊 你何必這樣子 你已經斷電 斷糧食 斷各種運輸 斷水了 那你已經把他封守住了 他也跑不掉啊 你有需要拿195人陪葬嗎 理由只是因為你有告知他們 他們自己不走 這說得通嗎 你有沒有考慮到 很可能這些人 也是因為被哈馬斯人 攜持住了嘛 你都會想想說 你以色列人被哈馬斯給攜持了 你應該去救他 那你怎麼忍心呢 在這個哈馬斯的指揮官在 你說那個其他的難民敢去告他 敢去離開他嗎 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啊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就超乎人道了 要將心比心好不好 對 你的敵人是哈馬斯 不是巴勒斯坦的平民好不好 對啊 所以大家才會那麼氣氛是說 以色列現在被說殺紅了耶 你為了要把哈馬斯給殲滅 結果呢害了很多是平民無辜的老百姓喪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加薩被轟炸成這個樣子 重點是難民營啊 然後呢其實呢 加薩地帶衛生部門也說 加薩有35家醫院 其中16家已經停止的運營了 然後51醫院 51家的診療所也被迫關閉了 所以可以看出來非常非常慘烈 所以現在呢 國際上踏伐聲音是蠻大的 譬如說 約旦現在也召回了以色列的大使 然後呢玻利維亞是宣布 我跟你斷交 然後呢結果呢 以色列就更嗆的說 你要跟我斷交 你就是跟恐怖主義跟伊朗投降 然後呢 距離跟哥倫比亞 也是宣布召回了以色列大使 這些中美洲的國家很有意氣 我們給他肯定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件事情 這些國家如果不能夠對 美國施加壓力的話 對 沒有影響 因為他國家太小了 除非有所有的大國 多來直接說要跟以色列斷交 跟美國斷交 才有可能發生這種情形 但是現在G7 因為他們財大勢大 真的很難撼動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我們可能就需要找另外的辦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看11月份 那中國擔任安理會輪子主席的話 可不可以提出新的決議案 那你就不斷地提 不斷地讓美國去否決 讓國際以外怎麼看到這個事情 那可能會讓小國家跟他斷交的這種議題 會更有這個作用 所以要給以色列納坦雅胡更大的壓力 那也會使得很多猶太的朋友們 會覺得說可能良心上要做更平衡的處理 你這個要包覆哈馬斯 不需要把那麼多人給捲進來 因為很多無辜的平民 也是在哈馬斯統治底下 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如果說他稍微比較不支持哈馬斯 搞不好都會受到很多迫害 你要提高這種體諒人家 就你把它當作同樣一種 我知道以色列有人有這種心情 就哈馬斯 就是巴勒斯坦你選哈馬斯你就要負責 不可以這樣推論嘛 不可以這樣處理嘛 所以以色列 你要把人家對你在俄施大戰的同情心 同種磨損的一干二净 你才甘心嘛 對啊 以色列其實大家以前呢 覺得你是被害者 所以呢 國際上有滿多人是同情以色列的遭遇 但也不應該是當初的這個被害者 現在變加害者嘛 大家都是同樣的一個標準 但是你可以看到國際上的輿論 是越來越強大的 比如說二十四號聯合國大會 就壓倒性的通過了決議 要求以色列跟哈馬斯 兩個都立即停火 然後呢 其實有一百二十一票贊成 美國為主的是十四票反對 其中很多人都是反對 比如說中南美洲的部分 現在呢 都是投贊成 你趕快停火吧 只有巴拉圭 是少數圖投反對票 代表美國影響力真的滿大的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說什麼 說到拉美國家 委員剛才提到說 你要給美國壓力 但是呢 他們國家可能也怎麼樣 跟美國靠太近了 所以呢這個壓力怎麼給呢 或者是說他們有這個底氣 跟美國對抗嗎 我們現在看到是什麼呢 拜登現在 這個拉美國家 民心都變了 比如說 在十一 十月二十三號 拉美有領袖在墨西哥舉辦 呼籲美國對大量湧入邊境的 非法移民改變處理方式 然後呢 另外還有墨西哥外長也說 各國領袖在聲明當中有呼籲 結束對他國單方面強制性的措施 指的就是美國對古巴實施多年來的貿易的禁運 人家跟你當鄰居 但是呢 苦不堪言啊 然後拜登說 哎呀我也很重視你們啊 結果呢 委員你看喔 三號的時候呢 拜登要召集美洲國家領導人舉席合作論壇 你看 又碰瓷了 認慫了嗎 結果到底有誰到 只能說有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道 然後還說哎呀有智力跟秘魯的政府會前往 意思就是人家也不想去 你這個時候如果說把他們找來 我們共同商量怎麼處理以色列跟巴勒斯蘭問題 大家一定會去嘛 對 你現在開著什麼會議啊 對啊 什麼內容啊 國家領導人舉行合作論壇 現在是談這合作的時機嗎 人家不是說不跟你美國合作 也不是說你合作的議題不重要 而是這個時間點上面 大家關注的不是這個東西嘛 你緩一緩到明年去開 各種合作的議題都可以嘛 你為什麼不改成合作改成和平呢 對 和平 和平加上以巴的和平該怎麼解決呢 對 顯然的美國就是想要淡化這個議題 哎呀你後面後花園 中美洲是美國後花園 對啊 你們後花園的小兄弟們 就不要注意這個問題 不要當作有這回事啊 我們一起合作啦 哎呀我是覺得 難怪拜登會吃這個閉門羹啊 那加拿大本來就是 小老弟啊 不想講 他一定去啊 他怎麼樣 最近還跟美國一起過台海啊 軍艦啊 那你知道領導人的會議 如果去參加 要回去會不會被他國內給修理啊 因為我們都已經覺得說 美國就一直在挺以色列 然後那個我領導人 還跟你美國站在一起 那領導人回家怎麼辦 就瘋了啊 真的會被抗議死了 沒有錯沒有錯 那杜魯道比較勇敢吧 沒有啦 以色列 這個 這個加拿大也是跟他怎樣 也是站在一起的嘛 猶太人團體在 美國加拿大的力量很強大 但是中南美洲就沒有這個現象 是 所以中南美洲大家是怎麼樣 希望呢 幫這個巴勒斯坦人 苦難的巴勒斯坦人 能夠發生嘛 所以拜登這個時候 哪壺不開庭 哪壺叫這些 中南美洲領導人一起來開會 人家當然不賞臉 所以呢 趕快只有說 杜魯多 還有智利跟秘魯等 政府的要員會前往 到底誰 我們也蠻期待的 好 但是呢 美國現在就一直在挺以色列 譬如說 布林肯他又去了 他要訪問以色列 還有約旦 這些又再次訪問中東 但是呢 委員這個 拜登這樣挺下去 你可能會變成兩面夾擊 為什麼呢 國際聲望 你說可能會受到很大影響 國內也是如此 你不要以為說 穆斯林沒有票 穆斯林來看到 還有全國穆斯林民主委員會說 拜登 你趕快立即 促成加薩廷火 否則沒有選票 為什麼他也有很關鍵性的意義呢 因為呢 阿拉伯裔的 美國選民對拜登支持率 從2020年59 下降到17% 40%還說 我也許2024年要籌給川普 這個很可能會影響到 關鍵搖擺州 譬如說2020年 64%穆斯林是給拜登的 35給川普 他們其實蠻討厭川普的 但是呢 還看到當年的時候 68%的猶太裔也是給拜登 所以拜登跟穆斯林 其實都是挺拜登的 但是你現在 一直都挺的是猶太的話 那穆斯林這一塊 可能會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譬如說密西根搖擺州 可能也許就不投給你了 有時候 阿拉伯人在美國 只能很為難 穆斯林很為難 為什麼 穆斯林人口就是100萬 相對少數 那猶太人多少 800萬 就是8倍大 那上一次猶太人 沒有投給川普 現在川普怎麼樣 很激烈的支持以色列 對 他把哈馬斯說 你就是恐怖分子 然後要求這個美國盡全力 幫助以色列 消滅哈馬斯 還要援助啊 軍援啊 所以川普目前的言行 是比拜登更加的激烈 對 他這兩天演講 都是這個調性的 是的 那現在 阿拉伯的說 你逼迫拜登說 要去趕快和談 但是你如果說 改投給川普 不是更慘 所以我覺得 他就變兩難了 阿拉伯選民就變了兩難了嘛 那現在猶太選民 可能也會因為 川普 這麼激烈 所以他本來只有35%投給他了 搞不好增加比例的 因為猶太選民 不喜歡川普那個掉掉了 主要是新冠疫情的關係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 猶太選民跑去支持川普 那川普當選 那巴勒斯黨不是更可憐 是的 所以 這就變得很 所以阿拉伯選民真的是很難 真的很難 而且 客觀的來講的話 阿拉伯斯林的選民在美國的經濟力量相對比較薄弱 對 所以經濟力量 政治力量也不如猶太的這個團體 金主 所以 怎麼 我們整個同情他 我們也就是 他畢竟也是美國人 美國內部自己弄嘛 那只是拜登 自己把自己搞成這樣子 灰頭突然 真的灰頭突然很難看 對啊 現在美國是一直在挺以色列 所以呢 這個軍方也動了 比如說來看到呢 美媒的新條 奇報就說 美國向中東要再增派 300名的士兵 本來已經900名了 要加300名 另外呢 美國的這個巴丹號兩棲攻擊艦 已經抵達以色列附近的海域了 另外來看到呢是說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就發現說 美國也派了很多的航母去了嘛 譬如說福特號跟艾森好好 就是要作證這邊 要防止伊朗 沒有錯 這個很多媒體在講說 伊朗會怎麼樣 我一開始判斷 伊朗不會怎麼樣 不敢怎麼樣 理由在哪裡 因為美國 隨時隨地都要找任何理由來攻擊伊朗 這伊朗自己心知肚明的 那如果說今天呢 因為尾巴戰爭 那伊朗呢介入 那美國呢 有理由 就有找個查 就開始修理伊朗 現在伊朗的軍事力量 真的不是美國的對手 而且伊朗以前呢 還有俄羅斯 可以在後面給他提供資源 現在俄羅斯自顧不暇 也不可能給伊朗任何資源 所以如果說 美國跟伊朗打起來的話 伊朗會處於很吃虧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伊朗雖然有很多聲音說 譴責以色列 譴責美國 要支持巴勒斯坦 他始終不敢動 而且到昨天為止 還在否認說 哈馬斯跟他有關 不過這個也的確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 哈馬斯真的跟伊朗關係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理由在哪裡 因為他們以前 哈馬斯 他是屬於所謂的遜尼派 然後這個伊朗是屬於什葉派 那哈馬斯就在這種狀況底下 兩邊要完全說你農我農也有困難 就不要講那麼遠的伊朗 黎巴勒真主黨是什葉派 他跟哈馬斯以前就處得不太好 那最近是因為以色列關係 共同敵人出現了 所以這個真主黨就想要怎麼樣 提高他的在這個阿拉伯世界的聲望 所以表現給大家看 可是即使如此 真主黨都不會為了哈馬斯去打以色列 更不用講更不用講說 遠在那一邊的什葉派的伊朗 所以我只能說哈馬斯 他真的做了一個策略上的一個錯誤的思考 那不只搬不倒以色列 還把自己陷入險境 而且把他的同胞帶入一個無比悲慘的狀況 對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如果說現在是一直在挺以色列的話 他的國際上的聲望 會受到什麼樣的衝擊呢 也值得後續來關注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事件 令你猶豫 總共的受傷 做好日常 上次協助 小月